吳錦麟先生 那我一邊說 最近我們才剛剛通過了 考試院長 監察院長跟監察委員的提名 那麼我們馬上就看到 這個同意權行使過的 監察院長 王建軒先生 在媒體上 公開他非常不滿 才獲得了74票 那他獲得了74票以後 他罵藍色罵綠色 罵綠色最嚴重 他說我們民進黨的 沒有投票給他 那他今天獲得74票 斤斤計較 心中狭窄 真的是非常沒有氣度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稱他叫王聖人 我是不承認他是聖人 聖人就只有上帝才是聖人 那麼如果說大家還要稱他聖人 我看你們應該叫他小氣聖人 你同意啦齁 他是小氣非常小氣的聖人 主觀意識那麼強 政黨的色彩那麼強 從政黨色彩的這種形態 意識形態出發 這麼強烈的極右派思想的人 我們實在懷疑 他未來當監察院長 真的能公正行事嗎 那麼他一直說 不應該用顏色 沒有錯 馬英九先生也說 他要選擇的這些 提名的委員 考監委員 是要得才兼備 而且是沒有顏色 還說提名出來的人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們看出馬英九 在這一次的提名的委員 社會的批判 或者是監察委員的 這種審查的過程 護院長提名人被提名人 沈富雄落選了 包括沒有任何委員質疑 他有什麼缺點的 有美女律師也被刷掉 這個不是顏色是什麼 那麼在這提名的過程 還看到馬英九所提名的人居然 還有涉嫌性侵害 或者是有什麼這個官司案底的 那另外還有綠卡的 所以我們從這一次的 考監提名我們可以看得出 馬英九先生是世人不明 而且這個選舉的結果 讓他威信禁失 不僅是監察委員的選舉 讓他顏面禁失以外 而且張軍燕院長的這個被提名人 今天也沒有出席 就只剩下一位 來當炮灰了 所以可以看出他是威信禁失 但這個也可以看出 國民黨的內部是有問題的 他們是要其實是要下馬威 不僅看顏色還要下馬威 讓馬英九的領導統一 根本就出現危機 他這種出現的危機 我們看得出連邱毅都擺不平 所以看出他的領導統一也有問題 你的同意喔 你一直點頭 馬英九的 馬英九的治國能力從這裡凸顯他 治國能力是不足的 你看他的民調現在只剩下39.3% 那這一次你們的院長被提名人今天沒出席啦 國民黨內部大家都說鬆一口氣 啊 終於可以解救馬英九了 讓馬英九可以免除這個壓力了 但事實上是這樣嗎 逼走了這個院長被提名人 鬧出了白文正一條人命 我想這個如何給社會交代 今天您在這裡 你是副院長的被提名人 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些什麼樣的 心裡有什麼樣的準備 不過我在這裡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考試院的 你也擔任過考試委員嘛對不對 我們考試你還沒擔任過啊 好考試院是國家最高的一個考試機關 那麼他要他的職責是什麼 你應該等一下我們可以考考你 不過我想他不只是考試 他應該有很多的職務對不對 一個文官的制度的建立 但是這一次我們從馬英九先生的提名的人選 包括你在內 他賦予觀眾可以說是國民黨裡面 大小選舉都是他操盤的總家裡 會他主導權 他是你們審查小組的 副召集人對不對 那麼由他審查出來的 包括你在內 總共有十二名 跟你們的藍營非常有關係 有很多是黨官的 那麼現在我把這十二名很快的念一下 包括吳錦霖先生你本人 你過去也當過這個國民黨的立委 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還有吳泰成 蔡良文 張忠元 歐玉成 黃護元 蔡壁黃 黃俊英 陳嬌美 還有高明健 編玉淵 邱聰智 這後面三位是親民黨以前推薦的人 在十九位裡面 佔了十二位 黨官掌控的整個考試院 將來如何行使獨立的這個職權呢 我們實在非常的懷疑 副院長被提名人 我想請教一下 您曾經擔任過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現在應該也是吧 我剛才報告 我剛才報告 六月十九號這一道 剛遲掉 當天就遲掉了 好 那麼我跟你提醒一下 剛剛我們翁委員所講的 為什麼說 在黨官長 試院的前提之下 會造成無法獨立 您有知道 黃副元先生 是擔任你們國民黨連任委員會的委員 也是你們的智庫 還有陳曉明女士 她本身是馬家軍 色彩非常鮮明 而且是標準的政治酬庸 而且她也是台北市政府的顧問 擔任過台北市政府的顧問 還有詹中原的部分 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的組織經營部的主任 我想在這麼多 跟國民黨黨工色彩這麼濃厚 我實在不知道 你怎麼去領導他 怎麼去做獨立行使獨立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艱困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質疑 在整個國民黨 首侵入到整個考試院之後 我想考試院不再獨立 他只是國民黨的一個附屬機構 尤其是委員 吳委員我們過去是同事 尤其是赤裸裸的 大辣辣的把正當在擔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的吳委員 您提名要來當考試院的副院長 黨官來掌試院 您是黨官啊 提名才辭職的啊 所以是提名黨官喔 要來掌試院喔 在院長還沒通過任命之前 你要代理院長喔 如何獨立 你還說你是組織 行政組織的專家 那我問你日本的制度你熟不熟 日本最高考試人事行政機構是什麼 也是獨立機關喔 是什麼 人事院 對 人事院的人事官 他要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規定他們怎麼樣 可不可以黨官出任 可不可以 在日本可不可以提名你啦 是不是要 如果你在日本啦 可不可以提名你 你說可不可以 要答覆 對啊可不可以 因為我們政黨政治啊 我要報告 憲法規範的 是考試委員 要超出黨派 你本身也是考試委員 然後並擔任副院長喔 不是不是 是啊 怎麼會不是呢 你還要當法規聯席委員會的主席喔 然後投票合一致你剛剛自己講的你也會參與討論跟投票喔 不要說謊喔 你告訴我嘛 以日本的人事院 可不可以提名你嗎 可不可以 以日本的人事院可不可以提名你 你不敢回答啦 因為不可以啦 他們很嚴格的規定啦 為了要獨立行使職權 五年內擔任黨職的 擔任黨顧問的 五年內即使是黨員 有實質的政黨影響力的都不可以耶 今天馬英九公然提名黨官喔 而且是黨的高層喔 黨的副秘書長來擔任考試院的副院長 公然的赤裸裸的 這是台灣憲政主義之下最壞的示範啦 觀眾們